三万亿风口 百万年薪招人 新型储能究竟有多火 我自己带的学生 很快的时间能找到几个offer 锂电池 钠电池 液流电池 五花八门的储能技术 孰优孰劣 把碳酸的价格压在一个 涨不上去的水平 需求多样化 所以储能技术一定是多样化的 成本高 盈利模式不清晰 怎样突破 出能发展瓶颈 我呼吁集资 我不是呼吁补贴 参与到我们电力市场的竞争容许 万亿出能大赛场 敬请关注 各位好 欢迎收看对话 对话由赤水和上游高端酱酒 贵州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由做一条好轮胎的赛轮集团 特别支持 中国在太阳能和风电领域 零件出口占到全球总量的70% 有一项强关联技术 有人说它是新能源转型的关键 这就是新型储能 有人预测到2025年 新型储能的产业规模会突破1万亿元 到2030年会接近3万亿元 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新型储能有多火 2022年新成立3.8万家企业 是2021年的6倍 2023年前4个月装机功率 同比增加577% 投融资规模 预计增长超200% 百万年薪争抢人才 储能专业真不愁就业吗 锂 钠 液流 水系 这些究竟都是什么 储能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与三大技术路线代表 齐聚对话现场 亮剑比拼 马上开始 新型储能为什么这么重要 今天我们的对话节目现场 就请到了几位嘉宾 陈院士 我观察到一个细节 我们陈院士今天戴的领带 好像很特别 您这个领带上 各种元素符号都有 是我们学科自己设计的 实际上我们讲到了 元素周期表 所以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想也是一份特殊的含义 您刚刚获得了 2023储能杰出贡献奖 很多人都说 现在储能行业特别的火 年薪百万可能都很难招到人 是不是这样 是的 各种的人才的需求 紧缺 就以我自己带的学生 他可能能很快的时间 能找到几个offer 一个是市场 对储能的需求非常的大 另外一个 我感觉到很多的资本 在找 在跟我们来对接 来商谈 传统的抽水蓄能 大概占到了86%左右的份额 为什么大家还要做新型储能 是不是有人在凑热闹 我觉得不是凑热闹 不是凑热闹 不是凑热闹 目前抽水蓄能 占的确实是比较高 相对来说容量大 第二 运行的成本相对低廉 但是它也有一些问题 因为抽水蓄能 实际上它是要两个水库 一个高位的 一个低位的水库 这个水和电之间的一个转化 这也就要求地形地貌 有影响 好比对环境的考评 另外的话 它依次性投资很大 好比像我们的西北 有很好的阳光 但是没有水 所以的话 这是一个问题 再还有一个 在冬天 如果在我们的北方 好比水容易结冰 给我们提出的一个课题 它呼唤 就是前天后的储能 而电化学的储能的话 正好它有着它这种分布式的 相对来说容易 能量密度也高 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 都能体现电化学储能 它的一些优势的地方 因为电化学储能的话 它有几个特点 建设的速度很快 能够分布式的布置 在一个家庭也行 在一个沙漠里面也行 那么在高山上也行 再一个的话 效率也很高 效率高得能够到百分之九十几 而且的话 从经济性上面来讲 今天的话 它跟官府结合起来 在相当于一部分地区的话 已经可以跟火电的话 进行竞争了 当然的话 我预期火电不太可能降价了 这个官府加储能的话 还会持续地降价 所以说未来的优势 会热来热明显 储能的发展 或者说新型储能的发展 是国家战略推动的结果 是我们新型电力系统 构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我们国家的抽水蓄能电站 主要都分布在中东部地区 但我们的西北部地区 建设抽水蓄能有一定的条件 但不足以支撑我们 这么大量的新能源的开发建设 和系统销纳的需要 我们需要新型储能 发挥规模化的作用 而且它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 不管是在电源侧 还是在电网侧 还是在用户侧 都有丰富的应用场景 国家能源局也有一个数字 说到2022年年底 锂电池的储能的占比 达到了94.5% 这个比例这么高 是不是认为锂电池 就可以一家独大呢 这个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 锂离子电池它的能量密度高 还有一个呢 受目前的动力电池 这个主要是用锂离子电池 所以这个从产业来讲 它很快地去找到 相关的这种材料 到电池的制备技术 未来我个人觉得锂离子电池 在储能这个市场上 占比还会也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同时 又有很多的其他的电化学的储能 也会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像水系的这样的电池 特别是像液流 像水系的涅铁电池 这个是水系的 因为它本正安全 这个是它的特点 另外的话 像纳粒子电池 尽管能量密度比这个锂离子电池 要低一些 但是的话 它从资源来讲 还是分布 就是说非常的丰富 应该有一个非常快速的成长的空间 我们今天的对话节目现场 也请到了几位企业界的朋友 比如王总 是锂电池这个细分领域的 这位王总是全凡液流电池 黄教授研究纳粒子电池比较多 接下来呢 我想请几位呢 能不能在你们各自的领域 各自的细分子领域上 写出你们认为 你们这个领域的优势和劣势 那我们先把这个优势 咱们先量一量 好吗 优势呢 第一个的话呢 是成本可能低 我们有时候比这个纳粒子跟泥粒子 大家就是只比了一个 你和纳 这是不对的 你比纳贵几千倍 就是很容易误导大家的 说那泥粒子 你电池会不会比纳电池贵几千倍 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把里面的领域全部摘掉 那么说还有70%的成本呢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假设的话呢 就是说把所有的领域都换成纳 所以我们只能降30% 而不能更多 你看您还是比较坦诚的 再说下去 您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那倒不是 这是30%是个很大的优势 百分之几的这种价格差 那就可能绝定一个行业的生死 所以绝不是小数字 第二个的话呢 那本身上这个非常的丰富 第三个的话呢 是可能更安全 这都是可能 可能 因为他今天还是一个小孩 因为我们的小孩都说 这个家里面一个孩子出来 眼珠子直转 就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得上哈佛MIT 对吧 这个等到上高中的时候 他就不这么想的 一般都这样 我写了四个优势 第一个呢 在现阶段的技术路径下 锂电池的产品在安全及可靠性度 是广泛得到认可的 第二呢 它的应用是灵活而且多样化的 包括工商业 UPS 数据机房等等 甚至包括现在欧洲的阳台电源 已经嵌入到很深入的互用端 全部都是用锂电池 第三个优势是 产业链比较成熟 客观地讲 锂电池这个行业 到现在其实已经发展了有30年了 第四呢 就是是否已经得到国际的功认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挑战 锂电池的技术路线 包括它的环保的回收 特别是在今年欧洲提出了 碳足迹问题 应该说锂电池是属于其中 技术路线最可能闭环的 但是我们看了很多新闻报道 最近发生爆炸的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其他领域 都是锂离子电池 为什么您怎么坚信 锂的这个路径是安全的 而不是可能安全和相对安全 首先锂离子是属于 目前在所有新型储能里面 这个商用批量最多的 其实它的安全 我们可能还不能笼统地说 我们大概可能涉及到五个方面 第一是在电池厂商的硬件的安全 第二是在集成方的系统集成安全 第三是在业主方的安全规范安全 第四在运营方的数据管控安全 第五还有一个消防安全 因为电池最重要的安全引化 其实是一致性的问题 就是电池工作不同频 但从目前的工艺的路线 它的同频的程度是在越来越高的 三年前大家只听说过 100兆瓦时的电站 今年已经出现开始800兆瓦时电站 其实国际上已经开始出现 G瓦时的电站了 所以它的安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对于全凡液流电池 我写了五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本质安全 凡电池它是一个水机电池 并且是长温长压运行 所以它没有任何的燃烧爆炸起火的风险 第二点也是我们现在可见的 电池技术路线里边 寿命最长的一款电池 常规的开发过程中 循环次数要两万次以上 我们才会投放到市场当中 第三就是没有资源约束 也就是说凡电池它的电解液 是在它电池外部独立存在 并且在它整个生命周期之内 它可以循环使用 并且它不止在凡电池领域循环 它仍然在凡产业的大循环里边 都可以来使用 第四个就是 还是从它的结构特点上来讲 功率容量是结偶的 这样的话我要增加储能时长的话 只需要增加电解液的量就可以了 这也是为什么 液流电池我们现在主要的目标市场 在于中常时储能 尤其是数个小时 甚至日急这类市场 最后我写的是容量可恢复 电池容量衰减大家都有 但是液流电池它的容量 我们通过在线的 很简易的化学手段 就能够实现容量的恢复 这样的话对于客户端的收益是有保障的 我补充一下 我完全赞成黄教授这个 纳离子电池呢 它现在还是在产业化的前夜 或者说我们讲刚刚的一个 刚出生的一个英语 王总 就是锂电池 他第一个说安全 我不是完全的 就是别的我都赞成 我个人认为 你离子电池 如果在储能 在大规模储能上 还真要去更加关注安全性 单体电池的安全 另外单体电池走成的串联并联 这样的一个模块化 它的安全 最后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电的管理 电控 实际上我们老百姓看到的 储能看不到电池 就跟手机一样 看不着电池 只是看到说 这是一个大的储能电站 整个的电的 里面的管控 热的管控 这是实际上超出电池本身 又是一个安全 那个夜流电池 它本身是安全的 就是它这个我是赞成 因为夜流电池 因为老百姓就会问 那为什么现在不用它呢 说明在运行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些问题 它本身是安全的 安全我赞成 但是它在有点长时间的 运行的过程中 特别是在这种 低温运行的时候 要解决哪一些的难点问题 正好今天这个对话 是要让社会上的 知道它好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大家去攻科 我觉得可能这样 会更好一点 好的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发现一下这些问题 请各位对话嘉宾 再来说一说 发现的劣势究竟有哪些 咱这个产品 必须跟市场上 比较成熟的产品来比 跟链酸铁力来比的话 成本还不低 那我们今天 从这个人数周期表来算的话 那么确实它应该很低 但是半导体对吧 咱们的芯片 要从人数周期表来看的话 它也不是应该很贵 但是它其实是这个技术要求非常高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软材料变成这个电池材料的 那么这个技术和工艺 必须是低成本的 必须是低碳的 那么再一个的话呢 只有规模起来以后的话呢 才能够这个降成本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寿命不够长的话呢 今天的话呢 纳粒子电池到了一千多次 是可以开这个汽车了 那么到三千次 那么可以做家庭的出轮了 但是电力系统的话呢 它要求一万次以上 我们的话呢 这个还要做大量的这个工作 那么提升它的这个寿命 底电池现在也有一个痛点 就是整体的成本 还是处在一个高位状态的 所以呢 我们才去年的年底 率先提出说 在未来的五年 我们要把新型储龙 全生命周期的 度电成本 降低一半 我们要给它做到两毛钱 所以我这边写的第一条 叫降本的节奏要加快 第二条呢 叫其实是火硬的 刚才陈彦是提到了 我这边第二条叫 持续更新动态的安全 其实我们最近 也在研究一些新的角度 譬如说 现在的锂离子的生产 还是一个很纯粹的化学过程 那我们如何能把 泛半导体的制造技术 导入到我们的电化学 那么等于是 锂电池的生产 是完全可控的状态 可设计的 第三呢 是回收的体系 要加快闭环 第一从生态上 它是必要的 第二从成本结构 对正极材料 会有很大的降幅 对于液流电池 尤其是全反液流电池 我觉得也有三个点 需要我们要 加快地去改进 第一个呢 就是出头偏高 那在我们新型储能里面 通常大家会提两个概念 第一个呢 是出头 初始投资 一次性的这个建设投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整个生命周期之内的 度电成本 这是两个概念 液流电池出头偏高 那度电 全生命周期度电成本 因为它有 这个寿命的 这个优势 还好 但是呢 也仍然需要 再进一步降低 它的度电成本 第二点呢 是在效率端 当然这个也跟成本 是直接挂钩的一个项 最后一个呢 是产业规模端的 那现在液流电池 这个角度来讲 产业链初步完成 但是规模偏小 规模上来之后 整个产业降本的空间 也还能出现 他们三位都是 应该第一个点 都是要降成本 但是它降成本的方式 是不一样 好比像这个纳离子电池 它降成本是由于目前 本身呢 就是说还没有 批量的这种产业化 而且在材料的选取 或者是工艺路线的选取方面 还是有很多的不同 锂离子电池 应该也是降成本 特别是这个王总提到了一个 在大规模储能 一度电两毛钱 我是很赞成的 它因为呢 最终还是要有一个 综合的这种性价比 市场要接收的话 不能太贵 当然前期的产业链 主要是为了动力电池 这个在储能的锂离子电池上 可能有一些技术 跟动力电池 思路不完全一样 所以只是在产业链的基础上 怎么来优化储能的 这种技术工艺 然后液流电池这一块 所以刚才讲到的呢 它的这个降成本 它主要是 一次性的投入很大 可能这个需要多方的筹策 光靠一家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的话 怎么去降这方面的成本 又是不一样的 除了技术痛点和成本压力 电化学储能还面临一个挑战 就是其中用到不少关键金属 大量依赖进口 这张图展示了进口依存度 最低的链也高达76% 这种对外依存度特别高 会不会阻碍我们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咱们规模小的时候呢 你可能都没觉得 那个东西怎么那么紧张 就跟我们几年前 没觉得你那么紧张一样的 怎么这个短短的三年 就能从四万涨到六十万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生产的话需求啊 突然的这个增加了 那么供应跟不上 所以做每一个电池的话呢 都有这个资软方面的这个考虑 怎么能够做到资软节约性 最近这个我是觉得 锂电方面有两个特点 你看五股的这个多了 那么高门的低烈的多了 烈也很紧张 那么高压的电池多起来 所以说这个都是一个 这个正确的方向 我完全认同刚才黄教授提到的 这也符合国家的方向 叫低碳化 低成本 什么意思 用更少的材料 更少的人耗 做出更好的产品 更高的指标 我觉得这个刚才黄教授 讲得很清楚 我就不赘述了 其实你的资源 在世界范围是不缺的 但是所谓的地缘政治是 你只想拿它的矿 回国内做 卖给它 这不可以 但我如果把生态量 本地化掉 也就是说 你需要我的能源解决方案 我帮你做 我也赚你钱 但同时你的资源 要给我本地化的使用 让我形成自我的循环 不管是在海外的供应 以及国内的供应 我觉得只有真正的国际化 才能解决地缘政治问题 不能简单地坐在国内想 我就是要从国外 把东西拉回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非洲有大量的理资源 怎么拿 非洲有大量的新型储能的需求 尤其是互储 那么你如何拿到它的矿进行体链 同时又在本地化帮它解决 解决方案 它是愿意的 刚才这样一分析 大家就发现了 是危机 但其实它同时是机会 走向大规模储能的话 实际上我个人想要用到三个最 第一尽量就是要用最少的原材料 第二要最低的能耗 第三就是最低的排放 或者是要用到循环利用回收 这个可能是在电池的 整个的设计生产和应用之中 都要考虑的地方 就刚才大家讲到的 我要充分地回收 那么电池里面 古的回收率 现在都超过99%了 那么你的回收率的话 也可以进一步地提高 也有可能到99% 咱们如果不能够做到 高水平的回收 绿色的回收 那这些电池做出去了以后 那将来的下一代怎么办 所以我是觉得 通过技术的进步 少润 高效的润 那么说跟通过我们的回收 我们的再生润润 那么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动力电池需要锂资源 储能也需要锂资源 平时用的手机电脑 也都是锂电池 那么锂到底够用吗 这一块我想解释一下 电灯汽车大规模发展以后 咱们就有了一顿的出轮 因为汽车一般都至少 背了七八十度电 多的都背一百多度电 你实际上每天的话 润来跑路的电并不是很多 电的一旦智能电网的这一套 咱们润行起来以后的话 在白天的时候 高峰的时候 可以给电网供应电 会有一部分变成了 网约的储能的车辆 来加入到储能的大增里面来 实际上是电动化 解决大规模储能的 一个很好的途径 假设一辆车 电动汽车用一百度电 大概这么算 所以我们当电动汽车 发展到一亿台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是一百亿度电 一百亿度电什么概念 大概现在就是我们前中国 半天消耗的电量 大概吧 这样的话 那是个很大的储能规模 所以这个未来就是 又是另一个赛道了 也就是说未来 现在的电动汽车的充电桩 可能是简单的电到车 将来就是要有储能 所以加上这一块的话 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又电动化和储能 两个融合在一起 可能这也是 我看到了国家的政策 国家已经在开始思考 这一块未来的政策的一个引领 好 接下来来进入几个 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产业化的话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常识储能会成为主流吗 所谓常识储能 指的是储能时长要达到4小时以上 当前装机中92%左右的储能时长 都在2小时到4小时之间 锂电池储能非常适合 那么未来常识储能 会不会是主流 锂电池储能 会丧失目前的江湖地位吗 我们知道小力总所在的公司 做的是全凡夜流电池 在常识储能这个方面是有优势的 就是整个的需求端 常识储能是个必然 那它的前提呢 就是在整个新能源的占比 进一步提升 甚至有的时候要达到60%到70%的时候 常识储能一定会成为刚需 我们能够看到欧洲 美国都在成立这个常识储能委员会 包括夜流电池 像这个储氢 储热 等各种技术路线 都在常识储能里边常驻发展 就锂电池在常识储能的一个作用 我们的观点 4小时以内 锂电池是有很明显的优势的 6小时以内 锂电池有一定的竞争力 也可以参与 6小时以上 锂电池就必须寻找 跟别的技术的结合 常识不是不能 但是呢 我们也能做 但是得跟别人合作一下 对 它因为所有的技术路径 回到最根本 都是商业属性 就是你足够便宜吗 你能帮别人赚钱吗 所以我能做 但是我做的 是不是比别的技术 有更好的成本优势 技术思维 只是商业思维的工具跟手段 否则这个盘子做不大的 杜院长 储能时长多这么一点点 真的这么重要吗 我观察这个问题呢 可能还是从我们国家 能源供应的安全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们国家 这个能源供应的安全性 现在看呢 还是急需要提高的 那么对常识储能来说 我们觉得它主要是 一个是时间长 要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空间 时间上的腾挪空间 来保证我们新能源充分的消纳 第二个呢 就是常识储能 要保证我们高效的 去转换利用 所以实际上我们刚才讨论的 都是这个储能技术本身的问题 但我们关注的是 这个储能的效率问题 所以你说常识储能 会不会成为主流 我觉得它起码是我们未来 这个整个系统里面 最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通过嘉宾们的讲述 我们知道储能技术各有优劣 纳电池理论上总成本 要比锂电池低30%到40% 年初电池及碳酸锂价格 每吨高达60万元 4月降到只有16万 虽然现在回调到30万 但在大幅降价下 有人认为纳电池已经失去机会 果真如此吗 理价降了一半了 您的优势还在吗 纳尼子的话呢 跟铃尼子的话呢 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呢 它可以满足这个短时的储能 所谓的短时储能的话呢 就是四个小时以内的 再一个的话呢 纳尼子的大发展的话呢 是对纳尼子的发展有帮助 能够帮助的话呢 就是说把碳酸锂的那个价格呀 压在一个这个 涨不上去的水平 因为这个 我相信纳尼子产业成熟了以后啊 碳酸锂绝对不会到60万去 甚至它不可能到30万 这个的话呢 对这个锂电产业的发展 是有巨大的这个价值 短时储能做好了 那么说呢 对这个 我们完整做的 常时储冷的话 发展也有价值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甚至可以形成这个 短长的这个相结合 那么说呢 跟尼尼子的话呢 我们最近也在考虑一种结合 宁酸贴底的低温性能不好 纳尼子的低温的这个特性很好 也在考虑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论 所以说我总之在讲的话呢 多软的这个发展的话呢 互相这个必有促进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碳酸锂的价格 肯定不会维持在这个位置 从我们大量拿到的信息 肯定会稳步的震荡下行 我觉得大概率明年在这个价格 再打个对折 可能性应该还比较大 当然各有各的看法 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 第二个呢 我觉得纳尼尼尼子的这个优势啊 不能纯粹的简单看 现在的价格 因为呢 理论上一种技术路线 它最后的成本 一定会趋同于 它本身的材料成本 也就是说 不管你最后掉到多少 纳的理论成本 应该比你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第三呢 我还是那个观点 我并不觉得 纳跟尼是一个对立关系 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补充关系 包括纳的价格 对锂的一种调节 包含纳电池 在特定应用场景的 普世性 不管是像二三轮车 包括互用的一些模型 我觉得纳都是有它的空间 锂离子 纳离子 可能更多的是在四小时以内 液流电池呢 可能超过这个 甚至是到八小时 或者更长一些时间 我赞成的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电化学的技术 是一个百花齐发 因为正好每一家都有优点 有的有不足 所以的话很难说 目前哪一类电化学技术 完全就百分之百好 然后别的就都不行 很难 有的就是可能相对时间短一点 但是应急要快 就是响应要快 有的呢 可能时间长一些 这样的话 所以我想就是 这是一种北华齐放的电化学技术 其实有共识 就是首先第一个 需求多样化 所以储能技术 一定是多样化的 那么液流电池 瞄准的市场 它是中长时 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规模体量上 会更大 所以这个 跟锂电池 或者是纳电池 其实在市场的 这个中端市场 是有差异化的 尤其是我们国家 这个新能源的 这个集中的这样一个特点 西北集中 用能都在东南 就是储能的这种大储 会成为一种基础设施 而液流电池呢 它的本质安全 超长寿命 作为一个公共服务属性的 一个定位 更适合它 比如说像化工 这个园区 或者是一些纺织 这样的一个园区 它对安全医院 要求极高的时候 那它对储能的要求 就适合一些液流电池 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些技术 更多的是 一个并行的技术 更多的是满足 不同市场需求的 这样一个技术 我是这么看的 所以陈院士您觉得 听了他们几位的介绍 您更看好哪一个领域 对话由赤水和上游 高端酱酒 贵州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所以陈院士您觉得 听了他们几位的介绍 您更看好哪一个领域 我觉得实际上已经 答案还是比较清晰 他们刚才的话语之中都有 我觉得还是一种多能互补 中国是现代化 它的发展的话 首先能源要先行 像太阳能 风能 它的发电的占比 肯定会越来越大 据预测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话 可能这样的可再次能源占比 要超过50%以上 所以这就为我们刚才 杜亚长提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常识的储能 从全中国来讲要考虑 所以我觉得常识储能 肯定是未来 不管是锂离子 钠离子 液流 或者是其他的 这种储能的方式 包含物理的抽水蓄能 我觉得来协同 它都会发挥作用 也许可能在某一种 常识储能里都包含了 几种的储能的技术 考虑到不同的应用场景 可能有一个多能互补 实际上储能首先要讲究安全 在这个前提下 还是要降成本 让市场能够更好的 来吸收接纳 有人做了一个预测 今年储能行业的投融资规模 可能会增长超过200%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 做储能到底能不能盈利 先通过一个短片做个了解 当前 地方政策一般要求新能源项目 按照装机规模一定比例配储 作为并网的前提条件 这帮助催热了储能市场 截至2023年5月末 国内有23个省份 明确新能源强制配储 但其实市场反映 如果不是要求强制配储 很少有发电企业 愿意主动配置储能 因为配储成本太高 会降低收益率 不配储就不行 但是做了配储呢 可能我盈利能力又下降 这个循环怎么来打破 今天我们看这个问题 已经反映得比较严重 就是新能源强制配储以后 导致我们现在 很多储能电站 利用效率比较低 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我们这个储能 作为一个市场化的 一个主体的地位 没有完全地确立起来 它是跟随着 我们的新能源电站 一同地在布局的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 很多这些强配的储能 并没有得到很有效的利用 或者高效的利用 我们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体系 现在还很不健全 下一步是需要两端发力的 一个就是要有一定的 市场主体地位确定以后 要对它有一定的价格机制 体现出它在这个 整个新型电力系统里的价值 第二个就是让它充分地 参与到我们电力市场的竞争中去 在竞争的过程中 不断地去焕发出新的技术 让这个技术的迭代 更有利我们国家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 所以刚才院长讲到 一个是政策的要求 是配除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市场的 这种呼唤 因为好比投资 它肯定还是要有盈利 然后现在市场这一块 为什么没有完全 来做到这样的作用呢 还是可能怎么把这里面的 一个配除到市场的 这种调节政策和这个市场 还是要有一段的磨合期吧 这个都讲到了这个市场 要给储伦的话 以市场地位 现在的它是跟着这个火电 还是还有那个光伏 跟着这个跟着这些跑的 它没有独立的这个 独立的这个市场地位 所以说的它的价值的话呢 是这个这个是别人说了算 它提不是市场给它定价 它的这种容量的这一种价值 它的这种调分的能力 挣来的钱我都拿不到 因为评判的不是市场 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要这个把市场 它的市场地位确立下来 再加上好的政策 合力咱们才能够让这件事情 更健康地发展 在这之前 我们的新能源的发展 很多时候靠补贴 才发展到了今天 但是我们现在有强制配除 如果有一天没有这个政策了 你们在市场上 还能不能活得下去 其实现在我们也没有认为 就是强制配除 就是一定是未来的一个 长远的方向 因为这只是一个政策的 短期的一个导向性 因为过往我们整个电力系统 发输配用 它就没有储这个环节 那么现在有新能源 介入进去之后 才有了储能的环节 储能最终它汇集的是 发输配用各个环节 那么一定是 我们各个环节 都要承担储能成本 并且还要往中端来传导 所以现在的机制只是个过渡性的机制 那么未来我们认为 完全市场化的 完全按效果付费的 能够确立储能的价值 它的价值以及它对应的收益的 这些机制会出台 那个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行为 首先结论 当然是肯定可以的 我同意小力总的说法 现在的这个叫过渡性的机制 就是为了推动整个产业发展的 启动了那个瞬间 以及政策磨合的过渡周期 因为现在处在这个国际的周期 以及能源改革的这个周期 它需要在这个节点做这件事情 不能等 整个的政策的强配 一定会逐步的推波 最后形成完全的市场化机制 第二点呢 我呼吁机制 我不是呼吁补贴 我有三个比较直接的呼吁 第一 基本的这个容量电价机制 要尽快出台 第二 多样化的市场机制 包含调风调平 黑启动的餐饮模式 要出台 第三 要尽快把储能 纳入碳交易的积分体系 我觉得只有这样子 这个才不会出现 配的不用 劣币出 驱逐良币的这种现象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有个统计 2023年的1到4月 电化学储能的装机功率 同比增长了577%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担心 现在是不是过剩了 我觉得还是很确切的回答 不会 为什么 实际上市场已经来临了 市场呼唤储能 所以我想就是 这是一个利好的事情 我觉得因为呢 还原来没达到市场的要求 实际上国外 就是说呢 刚才提到了 它并没有强制设备要配 但是实际上都有 一定的储能的比例 未来还是有更大的 一个发展空间 我的结论跟院士一样 不会 就是这个产业发展的价值观 我认为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 我觉得我们要推动 永续发展绿水青山 什么意思呢 就是推动全球 全业 全户的 新能源的全面发展 因为未来的电力需求 会百倍千倍的增长 我觉得我们要有更高 维度的认知 能源行业 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 根本谈不上什么 过剩不过剩这种事情 国家在出台 这个新型储能发展 知道意见的时候 规划 2025到30个G瓦 现在从各地方 已经有67个G瓦的 这样一个规划量了 但是这个过程中 是需要我们政府的 尤其是行业主管部门 在顶层端要做好规划 设计 引领 以及实施 我觉得这个才能保障 我们健康的一个发展 我个人的话 更担忧的是 技术进步的不够快 技术的进步的话 如果快于产业的扩张 那我们就不必担心产能过剩 如果是低端的产能 这么重复地做 那当然会有问题 所以还是技术的进步是关键 好 其实陈院士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 有没有计划开设 相关的人才培养计划 和储能相关的专业 来助力这个行业的发展 过去的五年 那个全国的高校 开设叫新能源 或者储能 这样的专业的话 据我统计 有接近200所大学 你像我所在的南开大学 是2019年 就是专门招收新能源 科学工程的本科生专业 所以今年有第一届的毕业生 未来会更多 客观来讲 就是没有一所大学 说以前是这样的专业 都只不过呢 可能以前每一所大学 有它的相关的一些 相对有基础的专业 像我所在的是化学 可能有的学校是材料 或者有的学校是 叫这个动力工程 热物理等等吧 但是从它的基础上 可以看出来 它学科的要求 或者知识的结构 已经发生了 天翻覆地的变化 所以这就需要 我们培养人才 国务院的学位办 专门地有一个条目的 对这方面的支持 所以我想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契机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都说 我们对话的舞台上 关注过很多行业和产业 但是有一些行业和产业 像一阵风一样 轻轻地吹过 但是有一些行业 走到今天 依然屹立不倒 无论风口怎样变换 每一个行业 最值得珍惜的 就是能够专注于 它的专家 学者和企业家朋友们 他们才是 他们所在行业 最宝贵的资源 接下来我提议 我们一起 为我们的中国储能行业 干杯 感谢观看